焦哥呢 跟我算是好朋友 而且呢 甚至也可以算是 跟我一起這個共患難的老搭檔 因為在康熙的那十年裡面呢 S姐上了台就罵我 下了台就罵她 你們可能不知道 焦哥他的人生閱歷非常的豐富 焦哥出過十五本書 每一本 都不火 李誕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這意味著他把你的人生重複了十五遍 滕漢典和黃紫嬌 兩個都是來自於台灣的主持人 他們兩個跟我都不算熟 所以呢 我也常常分不清他們倆誰是誰 但是有一次在上海做一個綜藝節目 途中我們要做一個遊戲 我又分不出來他們誰是誰了 然後工作人員就走到我旁邊跟我說 NO 他們兩個人很好愣的呀 你看那個 在旁邊劈腿劈得很好的那個 就是黃紫嬌呀 當然 黃紫嬌也主持過很多大台的節目 你比如說石家莊二套的健康脫口秀 我其實在想 健康脫口秀到底是講什麼的呢 哦 哦 哦 原來韓喬生老師買的那些血壓儀啊 聖堡什麼的 都是在你那買的 黃紫嬌曾經說過 如果她拿到兩座金鐘獎 她就要和她的女朋友結婚 嗯 可是她到現在也只拿過一次 所以每一次到了金鐘獎頒獎典禮的時候 她的女朋友就非常的緊張 心裡面默念 千萬不要得獎 千萬不要得獎 拿過六次 六次 黃紫嬌剛剛說啊 節目沒消息了也沒告訴她 借這個機會啊 我想給你道個歉 這節目吧 其實做了 就是沒有你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請黃紫嬌 可能是實在請不到何俊老師啊 就請到個他的山寨版啊 很多人知道黃紫嬌呢 就是黃紫嬌是這個小S的前男友 對吧 這個其實很不公平 因為黃紫嬌是一個很多才多藝的人 他還有很多其他身份啊 比如說這個曾寶怡的前男友 然後是黃紫嬌老師 紫嬌對待工作特別認真 她曾經說過自己每次錄製完呢 都會反思自己的錯誤做記錄 大家知道不是所有主持人都能像他這樣的 每次錄製都有錯誤 黃紫嬌老師因為主持事業特別不順利嘛 曾經有一段時間出了15本書 其實呢他就想讓大家證明一下自己 對不對 你們看完我的書就知道我主持還不錯 謝謝 各位好 我是黃紫嬌 小S的前男友 曾寶玉的前男友 去年 內地有一張節目 開了一個高架 他說 你來我們這裡錄一期 等於在你台灣錄一季 我說不行 因為台灣那個節目是我的恩人 我必須做 但今天 百忙之中我為什麼要來 當然是因為 京都念慈安給了我兩季的酬勞 最後一個說特別棒 說完沒有一個人可以還嘴 張老師 九雅 其實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我打聽過 他們說啊 千萬別惹張少剛老師 我說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哎呀 老師可兇啊 在節目當中啊 不尊重別人 對所有的嘉賓都是忽來換去的 態度惡劣 他這樣子的態度 怎麼還能夠在學校當老師 教主持呢 我朋友就告訴我 你們有上過駕校嗎 韩老師 偶像 怎麼說呢 幾年前我在台灣啊 就聽說內地的主持人 當年是相對比較保守的 無意間我看過韩老師的節目 我就驚叹了 哪裡保守啊 喝高的都可以主持著 寧靜 大家都很喜歡她 她是一個一線女星 無論做什麼影響力巨大 拍電影成為全民女神 參加真人秀 明導萬千觀眾 主持節目搞砸了整個精英節 那一段視頻 我到現在還沒有勇氣去看 我心中納悶 何炯老師不是在嗎 有他救不了的場子嗎 答案是有的 接下來就是後排那兩位 其實我不太想浪費時間 跟他們聊天 池子 聽說你很能說啊 九五後的脫口秀高手 不只 他還很能說唱 但唱得真的不怎麼樣 我聽過 你不要以為你自己長得像黑人 就是能夠會說唱 不信你看看我左手邊 李湘姐能唱歌嗎 她雖然那麼像韩洪 不是你像什麼就能做什麼呢嗎 還有那個蛋蛋啊 你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對不對 你有種你再出下一本啊 而他的夢想就是著作等身 你多高 183 183 哇那這是個很遙遠的夢想 不像我15本書就等身了 我要開始說說我的另外一個女神湘姐 欸欸欸欸 湘姐 跟我合作 欸欸 欸 你要吐我啊 那都有 沒有欸 哈囉欸 你還在啊 吐我啊 沒有吐我啊 忽視你就是最佳的吐槽啊 你在演藝圈有知名度 不就是靠被那兩個人忽視嗎 我還需要說話嗎 我只要不看到你 你就成功了 欸 上次我去康熙大和解的時候 你在嗎 在在在我在啊 你真的在嗎 有啊我還給給你面紙啊 你還拿面紙給我 給我擦眼淚 對對對 我們所有人哭的是柔長寸斷 她也有哭 那集她的畫面特別少 但無所謂 我特別崇拜她 她每一集康熙來了講幾個字 露一點點的臉 就可以領錢了 這就是成語一字千金的由來 偶像 好了我要說說我的女神香姐 首先我要校正一件事情 香姐香姐我怎麼能叫她香姐呢 她比我小 可是她霸氣 我都忍不住叫她香姐 尤其她保養的不是特別好 好吧 香姐 我跟她合作過三次 都是非常美好的回憶 十多年前 我在內地第一檔節目 叫全明星歌會 我做了一年 做得還行 所有大咖都來上過 突然間電視台跟我說 李香要加入 天哪 當紅煞子雞耶 她加入我是如虎天意 果然她加入我們節目之後呢 真的節目特別不好 因為一個月之後就結束了 幾年之後我們終於又在合作 朋友跟我說 李香現在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她現在特別會搶話 不讓人家說話 我說不會吧 後來我們就做了男左女右 我來重現一下當時狀況好了 第一期的時候 歡迎收看男左女右 大家好 我是李香 大家好 她是我的搭檔寶島來的紫嬌 紫嬌你跟她問聲好嗎 好 要不要介紹一下咱們今天的嘉賓陣容 今天嘉賓陣容 其實你也不用介紹 能夠坐在這裡都是大咖了是嗎 是 要不你介紹一下遊戲規則吧 遊戲 其實也不用 其實VCR介紹更詳細 請看VCR 接著我就玩了很多的遊戲 她就出一張嘴 我告訴你 人在做天在看 多動還是會瘦的好嗎 瘦你玩遊戲你不玩 節目還沒結束呢 好的 那麼節目就到這裡跟大家說再見了 下周日晚上八點請繼續鎖地 男左女右再見 哈哈哈 錄完之後 她還找我去她休息室跟我說 紫嬌啊 你今天心情不好啊 你怎麼話特別少呢 你說呢 去年本來我們會有第三度合作機會 大家知道她是個霸道女總裁 在360做高官 有一天她微信我說 紫嬌快幫我籌備一檔節目吧 我說好 接著你就跟我助理聯繫哈 我說好 接著助理呢就離職了 隔了兩個月又來了一個新助理 我們就繼續聯繫 接著這個助理就消失了 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跟她本人聯繫聯繫啊 這個事成不成 後來我覺得算了 因為搞不好她都快被吵了 哈哈哈哈哈哈 總而言之 這些都是工作上的合作 私底下的她 我很羡慕 她是人生勝利組 她的女兒Angela 特別可愛 這個媽媽很好的 再忙都要給她說 睡前的床邊故事 有一天我就問Angela Angela 你最喜歡媽媽說的哪一個故事啊 Angela就想了一下說 啊 我最喜歡的是曹聪稱相 曹聪特別棒 她讓我知道以後呢 怎麼去唱媽媽的重量 最後還是要跟我的最佳搭檔 湘姐說 歡迎加入我們過氣主持人的隊伍 哈哈哈哈 你先請 而且你絕對是隊伍當中最具重量級的一位 哈哈哈哈 撼點隨後就到了 哎 其他幾位都已經在那等你了 哈哈哈哈 我是黃子嬌 以上純屬虛構 如有雷同 那都是真的 我們不會打算 在那邊去到哪一個內心的 我們會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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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